大家好,我们是风水123Porseroyce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析是2020年跟10年 属生肖属马的运势是如何 属马的话明明是完全是没极星 但是也都是太过担心没有极星的现象来影响到我们的兴起 中心是有什么呢?是有税货、大号跟天赋之战 属马的朋友今年完完全是没有极星的 事业上也是有一个挑战 今年会出现不稳定的变数 所谓不稳定的变数是说可能你没有办事业啊 可能说你们的医生会遇到什么问题啊 这些种种的问题出现 但是千万不可以我们都去要多予解散人 这个是一个解药 财运的话 今年的话要紧张的投资 要理财方面 要医生要很紧张 医生要很保守 健康那方面的话要注意身体健康啊 不要包饮、包食 还有不要过度的喝酒 也不要说过度的吃一样食物 是说路高里的胃是有问题 要注意身体健康的问题啊 这个脾胃的问题 感情方面也是要小心的处理 凡事都要忍 这样子会减少 你与你另外一半的摩擦 总而言之 就是书马的朋友 要保守心态 我们说我们的心态要很保守 故意、故事与功 只能保守 安部就班 坚持你原本的单位就好了 这样子的话 我今天就分析到 治理为止 所以说公祝书马的朋友 新的一年 身体健康万事无益 好,谢谢大家